到美国免签证,最快明年就可以上路了 外交部长表示呢,由于台湾已经符合美国给予免签优惠的各项指标 最快今年就可以成为美国免签候选国 那么明年就可以正式免签 赴美旅游将可以最多省下将近4250元的签证费用 希望在各项的因素都能够照着一定的期程来加以完成之后 尽早获得美国将我国纳入免签证计划的候选国 从而也能够尽早获得美方给我们免签证的待遇 马政府执政三年多来,赴美免签一直是政府努力的目标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,外交部有信心在年底就可以成为美国免签的候选国 明年就可以正式取得免签优惠 至于延宕多时的美牛问题,外交部强调呢,绝对会脱钩进行 美牛争议不会影响美签的进度